大家好,我是一隻萬希泉的駝飛鱗 這隻價錢不算是最便宜 但又不是貴的,因為它是約5-6萬元 其實也是算便宜的,但不是最便宜的那隻 我稍後會解釋為什麼不是 因為我記得2-3個星期前拍了一隻比較入門 28,000多 那隻真的是最基本的,就是手動一隻駝飛鱗 有些東西是不同的 這隻其實是有個主題的,Carbon Fiber 但除了Carbon Fiber之外 它的機身設計也是有些不同的 看罩眼看的一樣,其實是不同的 為什麼不同呢?便宜的那隻是中置 即是所有時分針在中間 這個設計做了少許改動 又將時分針扔高了 所以就轉了一個小一點的標盤 即是好像某些 德國的牌子一樣,就扔到一邊了 基本上,就不在整個玉的中間 順理成章,那些時分針就小了 其實有個用處 它有個用心所在的 就是,當然有個好處有不好處 不好處就是,可能你看時間就久一點 那久多久呢?可能久了半秒 但最大的好處就是,不要阻礙你的視線 因為它可能有更多的東西給你看 看看,主要是四件東西組成 一個就是整個時分針 整個盤 另外這個就是日夜顯示 你看到有月亮,太陽 會跟著走的 另外這裡有一支很小的GMT針 這個錶盤,為什麼技術上高於28000 29000或者30000 那款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它這些組件是另外組裝上去 即是包括,這個Chapter Ring 以及這些裡面的盤 都是另外,好像組織木一樣 後面組裝上去 這是其一 但是呢,重點都不是這樣 重點就是,它整個盤是太金屬 不是太金屬 整個盤是Carbon Fiber 不是太金屬 不是太金屬 是Carbon Fiber 碳纖維 所以呢,其實就真的是碳纖維 那還有呢 等一下再說多一點 有一件事呢 我就沒有期望 原來呢 它的帶子呢 都是做Carbon Fiber 你看到呢 是真的,那些碳纖維 是一條一條去的 那當然啦 它外面呢 再加多一層膠 那不然呢 你便很容易會撕開了些纖維 那樣 除了一個碳纖維面 即錶面之外呢 我看到那個Inner Ring 即是Case和面接觸的Inner Ring 是做了一些刮紋 那這個很特別 因為很少錶這樣做 通常呢 就是拉一個直沙的 那它真是一條條 看到一個刮紋 那一個呢 是比較特別的做法 那這樣 我看到有螺絲 這個我很喜歡 另外 陀飛輪也是一個 非常大的賣點 看看後面 後面 其實後面的機心都漂亮 那我試一下拍一些 close-up 的相片給你 給你看 整個建築的性格 那個甲板 即是一塊大甲板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不可以說一塊大甲板 其實這塊是主要的 其實上面的東西是這樣的 所以你看到呢 這個位置是整塊的 其實就有一點點誤導了來 和一般的Build的設計 所以就不是一塊大甲板 這塊是Main Blade 只有三粒螺絲 但是呢 它有很多雕花啊 裝飾的地方 和一些扭空的地方 基本上就 未必有的 那它做了給你 那我覺得這個價錢 算不錯 例如這些位置 做了一個扭空 並且呢 是做了一些 即是類似花位 那種的線條味 之餘 在這些不同的線條之中 還有一些很深度的 就是刮坑 其實就是叫engraving 基本上就是 那觀賞性不錯的 只是這塊板來計 那前面呢 就主要是欣賞過 陀菲倫 那就見不到這塊板 還有主要是呢 看那個碳籤的面 那 那講多一點點碳籤的 在錶 或者在錶 或者在錶的 用法 這樣 碳籤呢 其實真的有幾個做法 最大腦呢 最大腦呢 以前呢 就是 一定要下膠 用resin 然後呢 鋪好多層碳籤 這個就是一般傳統的 那種 碳籤的做法 其實呢 其實呢 表面是膠 只不過呢 它在裏面呢 就 融合了很多層的 這些碳籤的布 其實 那這塊是整塊布 來的 但是為什麼它是碳籤呢 原理呢 其實碳籤是很柔的 嗯 應用不到這麼柔的 不知道多少個 micron 但是呢 它將這些碳籤 Fortressin 鐵れる avant 就是一條條絲 意思 就結合在一起 好像做紙條一样 那它這些紙條呢 它是 WASM 然後它會怎麼 male 這個是 isko Epic 第一用法就是 就是這樣使用 軟的 或者鋪在面上 都軟的 但是你後面有一個backing 起碼也有一塊鋼底在佔著 或者上次我review過一隻 在外面鋪鋪 carbon fiber 都可以的 這塊鋼 我偷空了一個位置 然後就雙塊 carbon fiber 就有一個硬的鋼頂著 這個是第一種做法 另一個做法就是Lock resin Lock resin 就是想像做啫喱 啫喱就是resin 然後在啫喱裡加些蛋花 加雜果 那就是carbon fiber 那些就是整件啫喱的硬度 或者硬度是更加高 因為carbon fiber是很堅硬的 那個叫做拉力 拉力非常強 所以整個原理就是一種複合物料的運用 但是最後一隻 最後一個就是我這幾年 反而見得多一點的 就是斷造式 斷造式 forge carbon forge carbon forge carbon 即forging 不算是不算是用那種fiber 但是也是carbon 原理就是 forging其實是一個工業的技術 其實就是壓 forging的意思就是 那就是現在有些製造成 好像用斷造的方式 用來做炭纖 就是做到不同的形狀 就是用一個高壓的方法 那不是像這些 傳統一些 就是積造一塊布 然後有不同的處理 所以眼見其實 如果carbon fiber 運用至少有三種處理 一種就是 好像這個 一塊布 第二種就是 都是一塊布 但是有很多層 用resin 如果不是這兩種 就是 用斷造的方式 做加分fiber